參加我們今天歷史與大陸道教講座的第三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李鋒茂教授 李老師非常知名 我又不用多藥 我們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換一下李老師 謝謝 李老師他在台灣道教研究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就不要再多說太多 我自昨天剛從江西昨天也剛查回來 路上在想有三個我自認為李老師 對我們熱烈的掌聲貢獻非常大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 不管任何宗教或者學術都需要傳承 那李老師都知道現在各大台灣的宗教系所 那些主要的一些老師教授都是李老師的門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 李老師做的非常 一般人有做到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李老師出版了非常多的成果 但是他在最近幾年把他之前應該是用盡所有的財 所有他賺的錢都不用去買其他東西 都在收藏那些我們的古代文獻草本 他現在編成到法海涵陸續在出版 這個對我們的學術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這是我覺得第二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第三個我就自己覺得他創造了這個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講說會有這場演講一個開關 也是因為我們李老師有創立的這個中心 這個是我覺得李老師在台灣宗教研究 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 那我們還是要講一下我們這個講座的一個基本背景 這個講座的基本背景就是我們申請的一個研究計畫 然後要來研究這個歷史以方在立方道教 那我們也很幸運剛剛得到獎金國金會通過這個申請 所以我們要開展 所以一通過剛好就是李老師 馬上要來幫我們講這個第一場這個講座 所以我們希望李老師在這部分 有非常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來給我們分享給我們知道 然後他今天的題目是講代詢跟宋溫 然後從道教到儒家的兩種觀點 我們常常在講我們研究有很多種視角 那李老師看一個東西 他把它從儒家跟道教的兩個觀點來給我們切入 那我覺得我們可能從中可以幫助我們去做田野 或者在思考一些學術問題的時候 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發 那我想我們就不要加太多 我們就用這段練的掌聲來歡迎李老師 大家早 我這個演講基本上是延續前面兩場 就是拉格偉教授跟王崔偉教授 那我們這裡面有好幾位上個禮拜前次的講座是王崔偉教授所講座 我想他提出了一些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提醒 他裡面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去做田野調查 這一些材料對你幾乎是用處不大 他一個主要的觀念就是這樣 在這個之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到Dantford去看Terry Greenman Terry跟我講說他也收集了一些操本 因為早前他在四川這個地方做的樣子 所以收集了一些操本 但是他說這些操本現在如果是給這些地方道團的話 很多人沒有做到萬景的 所以這個資料意思說 跟王教授的那個頓點有點像 就是說這些資料到底是怎麼用的 資料可能根本也沒有什麼用 不過剛好我是既做田野然後又收集這些操本的 我當然覺得怎麼用這些材料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也沒有悲觀像王教授那樣悲觀說 這些材料就不能用 我覺得這是有條件的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那我怎麼樣來回應這兩位學界的老朋友的一種論點 所以我就想選一個既是有文獻 有經典 同時有田野調查等等這樣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就決定呢 往黛群跟宋文這個方向來做調整 那個前面這兩台要關掉 好 好 那個 那個 我 未來這一點 我想那個 跟銀黃他們具體合作 我想拍部 我自己要親手來寫這個腳本到台部 來換你這種所謂的 銀黃送訪的一個紀錄片 我認為呢 現在這個時候呢 是一個 有一些行內人來整理出一個好的紀錄片的一個階段 那我這個階段呢 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五道兩個角度來看看 這個傳統應該要怎麼去了解 那我呢 這個 我的這個材料呢 就從這個福建的歷政部開始 在那個福田的東芬村呢 這個武帝廟呢 正極店呢 它常人有這個武帝圖 那麼呢 這個武帝圖呢 在 在當時的講法裡面呢 他們論理說 可能是可以找到清淡 清出 有些人論理那可能沒那麼早 可能是到了民國時期 不過 不管是民國時期或者清出 基本上如果從民間的廟 或者道坛傳承圖像的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有固定的那種模 就是他們綁 就是有固定的一個所掛稿模式 所以呢 不管是如何啦 大概我會把這樣的武帝圖呢 當作一個什麼一個 歷史的一個所謂文化遺跡來看待 那麼這裡面呢 也配合了整個所謂的沿海地區 逐漸在恢復當中的這種的儀式的一種情況 好 那麼第一種一個圖像呢 就是這些船上面呢 都有代言巡守這樣的觀念 有這樣的字樣也都代表有這樣的觀念 那同時呢也有聖教維卵的這樣的字樣 另外呢就是所謂的古帝 古帝呢是古房大帝的簡稱 然後這些圖像呢 也在什麼這個廟裡面 跟在這些古帝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而最重要的是 它還有一個親面崑布施 同時出現 那麼當這個不同的圖像 在同樣的一張圖 或者在同一個儀式上面出現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所謂研究素材 我的習慣用語呢我稱為複合 我比較不用那個所謂的 那個融合這個角度 我不要把它用複合的角度來看 好 我們看看這個圖像 這個圖像呢是這個東昏村所保存的 他們自己提出來的申請跟國家的審定 我認為它大概是在清初 我從這個圖像的保存狀況來看呢 我也覺得它的時間內應該 早先那個馬克宗里認為說大概是明古時期 但是我覺得從這個圖像的保存來看的話 我認為應該是要早一點 那麼這一張圖 這張圖啊這個真的要很細部的解釋 你看那個最右上角那邊呢 這個有所謂的武尊 這個武尊就是武帝 那麼當地都稱為武帝 然後你可以看出來這個場景呢 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在觀看要送王船 送武帝船當地叫做武帝船 所以你看大家什麼都在那個岸上呢 有各種什麼各種情況都有 這個藍營老陸都有 然後也有挑了各種不同東西的 那關鍵什麼呢在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角落的那一艘船 那這一艘船呢 那麼這一艘船呢 早先在宋毅銘教授的書裡面呢 他有把它遮出來 就是只有遮船的部分 但是呢實際上你還可以看到旁邊呢 還有一艘什麼比較小的船 這個比較小的船呢 有人有不同的講法 有人認為說這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大船要出去的時候呢 他們一樣的要有小船 把一些東西送到這個船上 那個最中間的這個船比較大 那其他那個小的船 因為他是在什麼海邊或者河邊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這種送船的儀式 現在在台灣 因為已經什麼呢都是在陸地 譬如說台南海峽內海都在陸地了 平東呢是在海邊 但是呢海邊通常什麼呢 通常這個船呢是由天河 所以看在路上就火化了 已經沒有把這個船呢 推到海上的游地和習慣 那麼這種情形我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看到了送九航船的時候呢 我那一次還請了朋友呢 這個幫忙呢 我們另外找了一艘船 因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船一定要什麼 要送到海中 所以你要送到海中的時候呢 你當然不能坐在這一艘這個所謂的 五地船或網船上面 所以你另外要有小船 然後才能不能夠把他送出去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景象呢 應該是一個比較實景的 就是在河邊的河岸 或者是在水邊 然後要把船送出去 然後大家呢坐著船 你看他旁邊還有一艘船 然後上面還有一艘船 這很顯然就是當地人是很習慣 在水邊活動的 所以他們要用船 把什麼呢把東西 要怎麼 不管是什麼 是要天在也好 或者什麼樣也好 他們有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是在 在什麼在 東芬村所保護下來 我們看下一張比較清楚的 你看這個就是所謂五地 在台灣的戴天府 習慣而稱為用船作為單位 這是一種歷史的習慣 像什麼的蘭君森呢 他就說是五啊 五也是五個 我們一般來講 台灣呢也容易看到是五五千歲 也是習慣用 當然也有用三子的也有 當然也有單獨一尊的 像這個慈王女的也有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用武作為單位的 這是在福州地區正式通話 好 下一張 下一張的話你就給你眼睛看出來 這叫聖駕迴卵 另外是戴天尋守 那麼聖駕迴卵 那就是什麼迴卵 就是卵駕 就是卵駕 這個卵駕 這個卵駕這個詞 完全是什麼 是所謂的帝制時代的一種用法 但是卵駕本身在那個所謂在信仰 在神道上面呢 也是指的是神的什麼神的 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成語的工具 也叫卵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所謂聖駕迴卵 還保存了這個非常完整 那麼大家一定注意 他有中間的尾就是主尾 然後呢 有前尾 所以主尾是聖駕迴卵 前尾是帶人尋守 任何一個符號出現在不同的位置呢 都有他特別的含義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這個角度呢 這是麥格頌尼當時那個拍的 他弄黑白的 所以其實也看得也相當清楚 然後你注意看那個小標 等一下 那小標上面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帶天尋守 就是那個傳言那邊是帶天尋守 那麼這一張呢 你換個角度 這是現在已經恢復了 恢復了 它上面就是帶天尋守 台灣呢 他沒有這個習慣 台灣會在這個傳帆這個上面呢 有這四個字 但是在大陸呢 他還保存有這個習慣 所以這個這個習慣我覺得 我覺得 在台灣不管是台江內海或什麼 我覺得可以考慮把它恢復 因為否則你是一張帆在那邊啊 人家也搞不清楚那個是什麼 那這個也是有傳統的 歷史都是有傳統的 你要把那個帶天尋守 這個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溫神啊 什麼那些問題就會解決 就是帶天尋守 然後前面的這個帆 主帆是帶天尋守 而前面的帆呢寫的是 這所謂的溫布詩 溫布詩 所以你看喔 溫布跟在這一起 它是分開的 分開的 因為我做這個研究以來啊 這個很多的王爺廟 很多帶天尋常提出的問題是 到底他們拜的王爺 到底是什麼神 那因為在台灣過去啊 從這個前導千世以來 像劉紀辦教授呢 看很多 因為它寫了溫布 溫省研究以後呢 台灣幾乎 我們學界幾乎都是只看到這邊為止 沒有繼續往下 我們繼續 後來繼續發展很多的 帶天尋守的研究 其實很多學界的人都不看 那一些地方的溫省工作的人 也是一樣的 都是溫省溫省溫省 其實溫布是在前尾 中間是帶天尋守 我覺得很多人喔 那都是什麼都是 還是權威啦 因為劉紀辦教授 最早寫了溫省信仰以後呢 他結果就是根據這個 南森森的那個所謂的 博物館 黃博整理的那個太子 用了劉紀辦這個講法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他們不認為他們的這個溫省是什麼 是溫省 所以關鍵就是什麼呢 沒有看沒有比較 像這個銀翻他 跑過很多地方他都比較 你比較以後你就知道 放中間跟放前面當然是有區培 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 這個都很清楚了 這一道更清楚 帶天尋守 這邊寫著溫布施 親命溫布施 這個都很清楚 因為這個傳統恢復了 恢復了以後呢 很多的 雖然經歷過溫革 不過什麼在溫革之後呢 很快的什麼呢 改革開放的這原來地區就先恢復了 我等下一次那個馬來西亞的朋友來的時候呢 我會再把這集放出來給他 因為馬來西亞現在已經很多傳統都沒有了 因為他們已經超過什麼 所以他們連這個傳要怎麼用都不曉得 其實這都有他們的傳統 你看這個都是杜菲亞 這菲亞不是他們有什麼樣的什麼密本 而是傳統 這是他們的傳統 雖然已經經歷溫渴 但是他們這個傳統他們還記得 還記得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來菲復 這只是福州福堤 福州福道的什麼普仙這一代的一個廟而已 那更不要講這個早期的福州 我最早學的福州寶壇 我那時候碰到的前輩都是什麼 就是最早的時候是到了 是62代天使授的 到了63代的天使授的多久 其實他們對你什麼這一段 好幾位福州的福州的師傅 他們都知道 他們自己本身都參與過這樣的活動 那他們基本上都屬於福州系統 到了埔田系統 埔仙系統 都還是這個傳統 那麼做天理調查 如果你沒有背後的背景知識 你看到了就看到了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背景知識的時候 你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告訴你 這個打出來這兩張 你馬上就要去討論 就要意識到 代表許所跟這個溫布斯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這不是什麼一張拍檔圖像 而是這樣的圖像背後是有一個所謂的歷史傳統的 然後這個在台灣也是一樣 在台灣這個西港鄉 我在那邊做天理調查的時候 一樣的 跟孔老夫子錄探料美食問 這就是做天理調查的基本的要件 你不要以為自己知道 你碰到什麼疾管一定要問 學問在嘴巴裡面 不是在耳朵 要問出來的 所以呢 我只要看到這個 我馬上就問 你看那個 西港鄉鄉鄉鄉 它什麼呢 上面什麼呢 它的這個標的還是十二行文吧 但是你看它的連隊 這個什麼相在最上面的一定能代表取手 這個好像他們每年都固定 每年都固定 其實啊如果你不曉得的時候 你一樣的車子開了就過去了 但是其實就是給你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傳統 世代相傳的傳統 如果你這個是內行的時候 你馬上就意識到 代人巡守為什麼放在連隊的兩邊 而十二行文呢放在上面 這也沒有看得到 這一種的牌頭 世代相傳 但是呢很少你去注意 這樣的牌頭到底跟管理 後來我看到他們的這個家裡總部 和禮儀總部 就是這樣寫的 所以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都 平常裡面都有這種 幾位的禮儀總部的 這都是禮聲 這些禮聲長內 他們通常都會用的東西 我看到這種東西都可以這麼確實無止 好 那這裡頭就兩種圖像 一個是在圖見的圖像 一個是他圖的圖像 你就會從裡面發現他的問題點 譬如說 代人巡守在文部 這個聖架變得五王大帝 然後為什麼會同時塑現 然後塑現在什麼地方 是中圍呢還是前圍呢 然後這裡頭的問題是 綿綿這個代族王爺 他是在那邊巡守 或者是王爺 或者千歲爺 那這個什麼 為什麼有時候就成為聖架 然後 根據我們一般的民間的理解 來自於競速理解 基本上面都是押送這個所謂的 文神異鬼的 那押送到哪裡 押送到哪裡 這也是一個關鍵 那麼不同的時代 押送的回去的地方 是不是都一樣 好 我們 謝謝 那麼道教呢 這部以來 同時存在的閒分跟解分的思想 我其實不是批評我的同行或者前輩 而是什麼呢 在做一個漢人社會的這種的宗教傳統 都有很長遠的依據 不是說靠著什麼去問一問 然後做一些統計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所有的道經 談到所謂的送分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呢 閒分跟解分同時存在 部位只談到這個所謂的文神 更簡單 那麼這樣的一個思想呢 當然在早期我們看到一個看到的古文族 後來當然也有五皇五帝五福 因為五變成一個固定的單位 固定的單位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表示呢 他這個所謂的符號 所謂的神秘數字 或者是所謂的聖數 這五有一定的含義 那麼道教呢 為什麼會行文部 所有的道經 如果以台南來講 這個西岡像啊 在港的英文以前都是陳家來做的 從以前的陳翁 後來是陳翁市 到了陳翁市 到底之後才發生電話 那麼你一看 你只要看陳家的世代鄉者的操本 在請神的時候呢 一定要請文部 道經喔 道經喔請神是很有系統 而且會完全符合道教的主性 比如說他一定會有土部 會有文部 文部神你要看他的前路排序 前面排的依據什麼是 什麼洞焉天尊啊等等等等的 然後後面什麼才排到什麼呢 這些所謂的武溫啊 或者是其他的所謂文心意義 這全部都放在文部裡面 道教的神譜 就好像過去的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Hirari 這個一個階層字一樣的 他一定是有高低 有尊卑有前後 道經的解釋是這樣的 有他的規矩 好 那麼為什麼戴水西洋 後來會跟這個 既然是跟道經有關係 後來為什麼又會跟魯家 或者魯教有關係 這個關係到底怎麼形成的 這是一個問題點 然後 整個空間發生變化了 本來是在中國內陸 然後來到冰海省份 後來什麼跨越海洋 到了 也到了台灣 也到了什麼 也到了馬來西亞 到了印尼 幾乎是只要有福建人的地方 幾乎都有這樣的一個信仰系數 我們最近都在南下 你到馬來西亞到什麼 我前不久到東馬 東馬古近也有 到了什麼 到了印尼也有 而且最近他們都 有些才剛剛送 所以你可見說這樣的一個觀念 它配合的是一個大航海時代 台灣福建浙江廣東 在大航海時代 它不是一個封閉性的 是一個什麼藍色時代的來臨 因為什麼 因為都向海洋去發展 跟海洋去接觸去發展 當然這跟整個特別是 跟整個東南季後風的關係 跟整個大航海時代來臨的關係 所以如果要了解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溫度的變化發展 要跟整個所謂的大航海時代來臨 會有關聯 不然就要說 它跟整個世界流行 跟溫度的流行有關係 所以這時候發生變化 好 我們看什麼變化 那麼溫度的性能形成呢 其實最早的 這是我們那時候找出來 最早的記載 最早的記載 就是所謂網溫的最早記載 女性鬼的形成時代 是在東西進這個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 我的早期研究裡面 我從所有人記裡面 找到直接的論證 抑證說明這個事情是不是要找 但目前為止 沒有比這樣的材料更早的 那麼這裡面呢 按照這個 這個 舞規族呢 是按照什麼呢 這個記載來分的 我講過了 其中的中世紀 就是中衛 中衛是當時的所謂的清唐明家 也是個將軍 我們目前找得到的是中世紀 另外一個趙公明 趙公明這個在所謂文武財省 這武財省方面呢 這個也是有意思的 的材料 其他的障礙國 留言打電視文類的 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 直接的證據 不過如果中衛跟趙公明 在歷史跟神話裡面有依據的話 可以想像得到 張留跟史一樣的也是有依據 只是什麼呢 在什麼呢 在這個復合的時候呢 我們找不到資料而已 歷史當中 你看這個時代 已經找到將近兩千年前 所以當然有很多資料 沒有辦法早期 但是呢可以確定 這樣的觀念那時候已經就存在了 這是當時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今天我們是看道經的 我們就發現有這樣的一個證據 好 第二部最重要的經典就是 《動言神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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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動言神奏經》裡面 我們過去針對這個議題呢 採取一個比較細部的經典研究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裡面有神跟謀這樣的觀念 神指的就是動言天尊 謀指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瘟神奕鬼 所以我覺得台灣過去啊 都太相信所謂的瘟神研究 這是不合理的 因為那個是韓管的一個所謂的現象的總結 原來的一定是有動言天尊 有瘟神奕鬼 那這個瘟神奕鬼他也不是隨便的 他也是什麼呢 也是有懲罰 講善懲惡的任務 他也是有這樣任務 他不是隨便的 他的行文 行義 行毒 這個行字 有兩個最少有兩個含義 一個含義就是主行 他是代天來主行 講善此惡 到今天為止 台灣如果在營網期間發生的問題 很多家很多不願意講話 我在做調查的時候呢 現在有一個陣頭 有一個年輕人 結果剛好在這個營網祭典期間呢 騎摩托車啦 就出事了 想說這個陣頭我們去做調查 我們要去跟他慰問一下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呢 他們這些人就不太願意我去 去安慰他 因為民間的講法說 那去有旺陽雅體 最近英國跟我講 在蠻六條的清華公也同樣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啊這個很多人都都一定要了解 這種觀念是哪裡來的 這種觀念是從古代的所謂的 講善誠惡的賢文賢意來的 他有族行的這個含例 因為單英孤立語都是用一個字 所以呢他那放在族行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什麼一個等於是 他是有任務的 任務的行使就是講善禁惡的 另外一個事實當然是流行的 就流行 所以這兩個觀念 如果只看一個呢 常常會有出路 好 那麼 為什麼 在 擬心鬼域跟動音神座經 行程的時間 剛好是 整個大遺嶺 從江北到江南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經裡面啊 可以看到 北方人 從江北 從華北 到了江南的時候 如果我按照現在的 所謂的便利地理學來看 我們常常講說 水土不符 水土不符 所以水土不符呢 按照這個便利地理學來講就是說 人沒有那個免疫性 沒有抗體 當地人在那邊生活久留他已經有抗體了 你從北方來的人到了南方以後呢 因為你沒有這種抗體 沒有這種免疫性 所以到了南方以後呢 其實還都生病了 到了那個當時三國在作戰的時候 曹操的軍隊他是從北方嘛對不對 從北邊往南邊 因為他要跟這個所謂的動武作戰 其實他們那個從北方到南方的時候 其實這個軍隊裡面已經就有流行病了 曹擲有一篇與劉德祖書 他裡面講 徐城應留意識居士 這一句話很多年前都不太會注意 為什麼這些滾雪民家姓徐神丁有 這四個好朋友 怎麼一下子沒有了 流行病 流行病 曹氏兄弟啊 最有名的文章之一就是論義氣 義氣用現在的講法就是流行病 所以曹操的大軍啊從華北到了江南以後 他第一波就是因為水湖 因為什麼流行病 因為沒辦法抵抗當地的江南 因為江南那時候還沒有很多的開發 江北那邊比較高亢 到了江南的時候呢 碰到什麼那個森林多水又多的時候 他其實沒辦法 所以其實那時候的軍隊裡面 就發現也嚴重的流行病 而且從中國的流行病史 這個時候剛好也是流行病的高超級 要高超級 所以如果不了解這樣一個大環境的變化 你就很難知道說為什麼這個時候 在中國的醫學史上出現最有名的一部書 是誰的 傷寒論 大家知道 凡是醫學有突破的年代 就是因為這個環境呢非常特別 就跟我們SARS發生的時候呢 開始有國家的力量 一直要去研究SARS一樣 你研究它你就會有突破 傷寒論就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很多的證據可以證明 當時就出現了這種流行 所以像溫這個字 原來誰都溫 易這個字 早期就有了 後來才知道溫這個字 我們現在所講的溫一溫一是後來的複合字 這是比較後來的 所有的這個字的使用 都是在這個階段發生變化 發生變化 所以我們第一個觀念就是 早期的易就是那種食病 就是譬如說到了什麼 到了春天 到了冬天 因為氣候變化 然後發生了一些所謂的疾病 這種叫食易 就是隨著時間 然後有的難免會有這樣的疾病 但是呢真正的意志的是什麼 是流行病 流行病是一種所謂的猛爆性的 然後一來就說呢 是有大量的傷死亡的 這種的才是流行病 那麼這樣的觀念呢 在在中國史上 中國流行病史上 在魏晉南北朝這個階段 剛好整個民主的大千里 就說呢最早發生 而最早的有關於送溫的記載 就是在這個時候之前只有 就送易軌的記載 這時候才開始有送溫這樣的記載 那麼有了這樣的記載以後呢 那麼就開始呢 這個行溫跟解溫的觀念呢 就同時就開始不斷發展 這種發展 這種發展 這個早前呢這方面呢 有很多相關的論文 特別是動因詩皺鏡啊 跟女性軌 其實都有當天的 有多專門的研究 都已經出現了 那麼這樣的一種變化呢 到了什麼 到了送源以後呢 就有一些開始有通俗的東西出現了 動因詩皺鏡跟女性軌域 逐漸的發生了變化 然後也逐漸很通俗化 那我這裡引用的是 這個所謂的上教這個收成大權 他們最早的時代那個差不多是送源 然後到了明代以後繼續出現 總之它是代表了一個階段的一個總結 送源時期也是一個什麼民族大千里的時候 因為什麼一類戰勝的關係啊 所以什麼呢這個北宋韓宋 然後什麼特別到了精美時期 那個什麼整個這個民族的這種的 因為戰爭的關係 等於發生的這個移動 發生的移動的時候呢 這種的思想呢 就會特別受到注意 那當然他把那個時間放在隨文帝裡 這是一種偷古的一種表現 真正重要的是討論出來的 就是差不多送源時期 那麼這個隨文帝看到這個古力士啊 那麼就找太史呢 太史這個張居忍就來揍 然後這個古力士在五溫出現以後呢 他這個國家就會發生這個瘟疫 你看最重要的下面這一題 天行食病也還是有天行的觀念 就是上天呢在這個時候呢 會發生這種所謂的流行病是因為呢 要出現這種講善逞惡的這樣一個傳統 所以這些就關鍵字 這個形式是一個關鍵字 那麼過去在北平的地方修俗裡面呢 也有到了過點的時候呢 在那個牆上貼是不是 叫天行已過 這個文世代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習慣 文到了什麼 到了這時間就把它貼上去 其實為什麼叫天行 其實天行的觀念就從這樣的就開始了 過去我們有一位民主專家 有的時候跟他聊天 我說你給我找到一個很好的 叫北京的這個習慣叫天行已過 我就問他說那你知道天行什麼意思嗎 他說反正我都是這樣的天嘛 天行的觀念就是這樣的 最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民間的很多的習慣喔 你不要小看喔 天行這個觀念最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但是在民主專家中 每年到了時間就用紅紙寫的 都貼到上面去 所以這個就是 歷史傳統就是這樣的 正在那個社會的那個基層 不斷不斷的在流傳 天行十病 然後歷史崩尾將軍等等 然後他有名字 最關鍵的 後來狂復真人游至此時 他什麼呢 他是個游泳道人嘛 到了這間的時候 發現這裡面有建了廟 他就把這五瘟神說為部駕 這個是這個善教說神大嘴的一種講 好 但是這個時候呢其實蘇天一個觀念 叫做天福 我在草本裡面只要看到天福這樣的字 我就知道這跟宋文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草本不是不能用 你只要有經驗 不管這個草本上面一個標誌都沒有 你根本不曉得是來自於江西湖南都沒關係 他所表達的觀念是共同的就是天福這個觀念 所以天福就是這樣 不知道天福還有地福等等 然後這時候呢什麼呢這個天福呢 真正的他也什麼呢會有各種不同的 跟這個所謂五五王來配合的這樣的情形 那麼這樣的一種發展呢到了差不多宋寧時期 宋寧時期是那個中道障的這個所謂的神埔開始 結構的一個階段 越來越完整的階段 不是之前沒有 我是這時候做總成語 在這個總成語當中呢就出現了所謂的溫布 我們前面看到的圖上講的親密溫布 在什麼這個階段呢已經相當完整 那麼這個我講過了有很溫布啊有心布啊 或者溫服啊有心服啊有屠服啊有猴服啊 到現在還是一樣的 它是固定的一種所謂的官僚體制 那麼東階神舟經裡面的東階間尊一樣的延續下來 又加上了狂怒真人他們都是在請神的前半部 那個像古溫啊還有十二年王啊七十二後啊等等這些 是在藥天以後面的 到現在 道教的經典還是這樣練 以我的理解 整個南部的所謂的寧寶派 或者所謂的巫頭道士所練不請的神 到今天還是沒有改變的 不過 大家要知道 這些喔五溫十二年王七十二後啊 大概有兩千年的歷史 這幾個詞喔有兩千年的歷史 從早期的東階神舟經就已經出現了 一直到今天沒有改變 我常常覺得說喔 道帳啊道教的經典裡面 它就好像是一個什麼一個資料庫一樣的 它把很多的資料庫封城 但是呢如果你不會用的時候呢 道帳就是道帳了 你會用的時候呢 道帳裡面去傳導出的很多的歷史訊息 到現在還在用 但是如果你去問 他們都會跟你講喔十二年王 因為是按照十二支嘛對不對 來排的 然後七十二後這都有一定的一個道理 其實這個是很古老的一個所謂的傳統 好 那麼我現在要講的是 開始的出現的 到底送回哪裡去 最早送回一定會在哪裡 這就是神宵派 是不是神宵派是最早 我覺得不敢講 我們現在只能說 現在看到的最早的材料 是在神宵派的神宵遣昏送傳裡 這個大概是在宋元的神宵派的系統裡面 把它進不下來的 那麼這一部這部經喔 這部經喔其實最早發現這一部經的 是斯伯爾教授 因為斯伯爾教授在台南那邊做調查 很多的廟裡面的老大還有這些都會問他說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很好的那個道章索引喔 還沒有 那個斯教授呢 他們就很有經驗 他就從道法會裡面去找 就讓他找到了神宵這個所謂的淺文送傳裡 我最近大陸也有出了一本這樣的書 我覺得他對這個研究室幾乎都不理 就全部都直接從原理抄進去 沒有道理 我們這一行的人 誰最早把這個材料找出來 我們都清清楚楚 我們現在大陸很多同行呢 就是抄進去 他也不講是怎麼來的 研究室都不照顧了 出得大分大分的好方都不會死 所以也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個最早能夠找到這個才不簡單 道章喔 那麼那麼大的一套 你怎麼找 這個是最早的 但是那當然 斯教授當時是找出來的 他沒有再做更多的提示 因為他他只是要說明這個道章的材料 跟這個民間的關係 他是不能註明出 那我們當然繼續的往前推 所以這個觀念是我 我很坦白講 這是我第一次看出來的 我最近啊 因為常常很多人就是 直接就抄進去了 他也不住了 因為特別是我們大陸的同行 他也不住 你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開始有點保守 但是在台灣呢 這個多數大家心肚明 關鍵在哪裡 洛陽 就是這種什麼叫做內行看能道 因為大家記得有興趣 我就跟大家講 怎麼看能道 相夫相犯水雲仙啊 在笑在緣紅島外 一種是把他送到海上 就是送到仙山啊 第二種 蕭寥敬仰佳 便是神往安穩處 送回陀仰 為什麼送回陀仰 現在台灣啊 在台灣的道士的操本裡面 老操本還看得到陀仰 現在很多新的操本都改了 改做什麼陀仰 把那個仰改成做太平洋的仰 有些事情把那個洋 那個洞都改掉了 改成什麼大洋 為什麼 因為環境改變了 因為什麼 到了福建啊 到了今天呢 洛陽是什麼 沒人知道啦 其實洛陽就兩經嘛 就長人跟洛陽嘛 就古都嘛 就是京城嘛 但是呢 現在的 因為現在的 第一個環境改變 現在到了福建 我變對的是太平洋沒有錯啊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大洋 海上有仙山啊 才會改成同島 但最早最早的是洛陽 所以你看呢 逍遙 然後這些送回軍是什麼 神王 神王就是豬王 他有時候用豬王 豬王是什麼 就是王爺 要把這些王爺送回洛陽 這個是我最近幾年 我解讀出來的一個符號 然後你看第二 像這條一樣 我只是找最好代表性幾條 沾繁古蕩 其燈楚岸之粥啊 集結零樓 快訪洛陽之道 是不是回到洛陽 什麼人會回到洛陽 其實啊 這些東西啊 老早就被發現了 就是每 就是讀 讀道經啊 要會讀的 你看到洛陽的時候你就會想 欸為什麼送 不能送回洛陽 那如果幫洛陽有時候 他說啊用點嘛對不對 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把他跟豬王 或者神王都在一起 那就是王爺喔 皇帝派了他的兄弟 那就是王爺 大家知道 皇帝的兄弟那些不能通 他要把他分農出去嘛對不對 所以分農出去的時候呢 有一字王跟二字王 一字王的 唐王 什麼什麼王 喔 那一字王喔 那是皇帝的親兄弟啊 那如果是在第一集的時候 什麼二字王 像什麼呢 像政治公叫做炎平王 不是俊王 俊王是清代 年代的話呢 政治公最早期背負叫炎平王 到了清代以後才有俊王 你們看這個清俱喔 如果有俊王那就是清俱的 如果你被明俱喔 你用俊王那就不對 這有規矩 你看正明公喔 他是二字王 所以我們正明公 我們怎麼稱呼他 叫國姓爺 為什麼叫國姓爺 就是姓朱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正明公 別民姓政為什麼姓朱 因為如果他不是國姓 不能封王 要知道 這很一個的規矩喔 正公後來喔 因為他的功勞很大 所以後來呢 要封他一字王 從二字王變一字王 但是正公覺得他自己很慚愧 他覺得他的功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不接受一字王 所以我們到現在台南才有元平俊王 元平俊王是清代人 真正的講應該叫元平王詞 那因為後來什麼呢 這清朝統治的 所以就變元平俊王 大概四個字比較好練 其實你是查 最早就封的叫元平王 這叫規矩 因為清靈代是王虎 王虎之虎就有 但是在靈代的時候 最體制化的是在靈代 當然宋代以前 皇帝也有兄弟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諸王 諸王是王虎 如果你用這個神道來講 就變成神王 這個傳統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問了說 欸這在天尋守是什麼時候才開始 我說你看 宋代就有嘛 這有記載喔 那宋代以前說明就有咧 說不定啊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都有就出了 好 然後你就看啦 這個神霄拜的文故書 你看怎麼來記載 神霄真法 神霄真法是神霄拜的主神 但我幫你對前面嘛 然後洞燕天尊 洞燕山邊太義天尊 就是簡稱洞燕天尊 天主天命大地 天主就出來了 我這個整理過無數的操盆啊 凡是有天主的 都跟你送我回事 你看就很清楚 然後有趣的是 佛教的佛教的師父母 佛教的高峰進來以後 世宗禪師一台 世宗禪師一進來 這世宗禪師 在那個所謂的三教順大體裡面 都有記載的 然後你看下面的 下面就是彭富真人 那你說佛文告祝 佛文師祖 佛物真人也出來 然後什麼呢 後面這邊什麼呢 心靈魔王 行病死神 十二聯網 十二月降 哇 通通都出來了 這就是所謂的定型化的 溫布的一個基本的體力 基本的體力 如果你有了這個經驗 你去看台灣的田裡 保存得非常好 就是這樣的東西 好 那麼在動員 動員間裡面呢 他常常提到的是 一定要用的 香港在SARS發生以後 我的學生啊 從吃辣屌機場出來的時候 吃辣屌機場一般都認差認好 結果那時候很冷清清的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敢去香港 我的學生啊 在中文大學讀書啊 他回來以後呢 按規定呢 每天呢 要去林長那邊報道 就是那個時候 後來呢 他們就在那個所謂的車工廟 因為到家裡都覺得 欸 凡是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什麼不能逃避 所以他就聯合起來 就在車工廟舉行一個儀式 所以那時候呢 他們就聯絡了 欸 他說欸 你說你有什麼建議 我說你一定要跟文復動員經喔 欸 如果你沒有念動員行前文經的話 那這個什麼呢 就還是沒有按照道教的規矩 後來他們 幼稚教授做了一個紀錄 他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傳統 他還是按照這個傳統 所以你看動員經裡面有沒有 他的句子裡面講 我願天福盛眾啊 嫌疑明覺之反 那明明就剛才講的那個四周 會常識 溫悟諸神啊 急奉動員之赤子 就動員 就動員天尊啊 多年天尊 然後呢 送的時候當然是用船 喔 這個船 這個我們過去的真理的材料 非常古老 從東進的時候 就在水上做 就可以用船 所以這艘船呢 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也有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歷史的傳統 那當然有些比較簡單的 用茅草結的划船 王船 神船等等等等 所送的就是神王或王神 他們送的地方是到洛陽 到鵬島 到山島 石州等等 那麼 王神跟洛陽出現 這個就是代言尋守的 最早期的冤連 最早的冤連 好 那麼 我先來證明 因為我要回應這個王老師 王老師他講的對 所以你如果沒有田野調查經驗的話 很多東西 這個操本沒有意義 但是如果你有田野調查 很多操本是有意義的 我不太贊成說 你沒有做過調查呢 我在想 一個人的田野調查的經歷有限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一臉裡面 大概有年輕過 兩個月到上個月在外面講 最不喜歡我這樣跑的是我太太 為什麼 因為一年到我裡面 因為你有調查你就去看啊 調查不會等你啊 對不對 你半夜也要跑去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臉裡面 兩個月到三個月都在外面 我不敢說台灣我隔離都跑遍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碰到 比我跑得更普遍的一個學者 現在 所以電話就跑得比我更厲害 然後我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幾乎也 你看你兩陣子可以多在外面跑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在外面跑 靠看書本是不行的 書本是一個什麼 是被整理過的東西 在這看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裡面很多東西很有趣 所以我要回應上一次這個王老師講的 我覺得只要你有經驗 任何材料都可以用的 我不覺得說 啊啊啊啊 不然我稍微炒粉就是 垃圾對不對 我不能要設施 那是黃金 把垃圾變成黃金 看你的本數 江西吉安這邊有喊傳儀式 它有什麼呢 唱傳詞還有傳話 你看這個唱傳詞 那很有趣喔 他們到元宵的時候 元宵的時候呢 然後呢 因為一個村莊裡面可能好幾姓喔 每個姓都有自己的慈廟喔 到了元宵的時候呢 就把那個什麼 從那個慈廟的上面 把那個神話來請下來 然後所有的什麼呢 這個教主裡面的年輕的人 通通要集合起來 為什麼 要喊 要唱 要喊 如果你這一個家族的年輕人呢 比較少 喊起來聲音要小聲喔 非常 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所以 要比大聲啊 要比大聲 其實這種情形喔 這種情形在一個金門裡聊 金門喔 在電安的時候 那天晚上也要喊 喔 那個聲音喔 我常常開玩笑 我說你這麼喊的話 連對岸都可以聽得到 就是 為什麼 你家族的人丁多啊 這都是男性喔 啊笑點喔 你喊的聲音越大的話呢 表示什麼呢 你這一家的人氣越旺 他這個一樣喔 完全一樣的 唉唷 所有那個民俗的調查 非常有趣味 所以不要言那個很故障 非常有趣 但你會看 他們就是什麼呢 家族的人喔 要喊大聲的喊 有節奏的喊 而且還要傳習 攝帶傳語 欸 他們唱的時候你看 他唱什麼內容 這都是我錄出來的喔 神校派的是送禮時期喔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要叫清朝 清朝 差不多中葉前後所記錄下來的 諸王依舊成瀟灑 諸王就是王爺啦 翁爺啦 諸王本是洛陽先 這些皇帝的兄弟呢 都是從什麼 從京城來的 你們看那個清宮劇 那些王爺都是從北京來的 對不對 那最早期是從洛陽來嘛 本是洛陽先 來金蕭迎王神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唱 他們有本質 那個都有紀錄 有本質 那個本質呢 就從自主的故鄉開始唱 喔先送到哪裡 那些地有我的看不到 為什麼因為都當地了 因為我們有紀錄 去做過調 不過沒有關係 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 一定是當地的地理 然後直接從本地 一路一路的送 一路一路的走 最後什麼的送出本鏡啊 最後到外縣市呢 就沒辦法唱了 所以很快就送到洛陽 喔 這個傳統 這個傳統在江西吉安這邊 都有很多的草本優效 豆洋 好 然後你看喔 這個一樣的檢文部喔 天府元帥收色溫 匡富先生叫萬鈴 然後以後七十二號也出來 二十七也出來 然後請神文 最重要是請神文 為什麼一定要練嘛 這是一個塑文嘛 拜請天府等等等等 然後你看 有天府有地府 有天府地府喔 那地府就跟國父先生有關係 然後你看 五方也出來了 東方南方都有 這是吉安的和傳科 所以你說這個超美有沒有用 我覺得會用就有用 你不會用就沒有用 我會用我覺得非常好用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詞 一個詞我都認識啊 我跟你講 我不管你贊成這個 因為這王老師呢 他是要設計大家去做田壘啊 他才不會講那麼重的 另外一個是呢 自己要去做 如果你自己沒有做 我就跟天府講 我說 我說你都做 鍋炸鍋炸欸 你都沒有做 去做田壘 所以那個超美對你當然沒用啊 我對很有用啊 這個有沒有用 很有用啊 我看得懂啊 為什麼會沒用 有用沒用 看得懂 不會用的就是硬的垃圾 會用的就是黃金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 你夠做 我們的道帳裡面 我住民是什麼地方嗎 我們道帳任何一本 只有住民是哪一年哪一個地方的嗎 沒有 現在大陸現在要 中華大陸要續編 我在想 那個要不要住民 是從什麼地方收的 是什麼人捐的 我看也不盡難會這樣做 這叫精湛 叫精湛 這些東西呢 河傳科就是一個科 成為蒙古科就是一個科理 好 來來來來 你看 送我什麼地方 這個我就不必練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通通跟漏洋有關係 還有漏洋橋咧 很多人跟我們講 哎呀這個漏洋橋是福建漏洋橋 我說你 江西什麼會把船 把那個廣送到你的福建 洛洋橋 是福建人用的什麼洛洋橋這個名稱 不是江西送到洛洋橋 洛洋橋就是 兩間當中洛洋的橋啦 那還亂變喔 他說洛洋橋就是福建人 因為我去過洛洋橋 我說我也有機會啦 做田野沒有那麼簡單 你不要 這一定要看得廣啦 天都廣 跑的地方多 不但是要讀萬劍書 你要行萬一度 哎你才知道 這個都不是孤立的現象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都是因為看的地方太小 所以以為看到的福建漏洋橋 你跟福建在有漏洋橋 哪裡沒那回事 你看那這些句子大家看了 王冠 洛洋 神王 這還過明顯嗎 為什麼還是什麼婚神 那這名字就是王爺嘛對不對 那就代賓尋守哪裡只有福建的 這個就是王爺的信仰啊 怎麼會不是只有福建才有 而且不是只有江西啊 很多人都沒有 好我們來看這個人的例子 這是我收集的版話 很多人說IV導師你也是玩古董 我說我不是玩古董 我在蒐集研究材料 我在研究材料 你看是不是這樣的 船啊對不對 這上面都有雕子啊對不對 上面都有雕子你看 然後上面做的那個穿的 穿載你自己看到穿載 你是不是那個做官員啊 這個戴著官帽耶 我跟你講啊 台灣保留的這個傳統了不起啊 這是很古老的很普遍的一個傳統 然後再看下一張 這張多大張耶 這一張大概有 欸實際的圖大概有這麼大的 我大概有報了我幾個月的薪水 所以全天下有這麼笨的教授幹這種事情 這麼大的招 然後你看看 欸這都船耶 要不然你要唱船詞 如果你沒有這一張你怎麼唱啊 大家就這樣 欸他們我問過喔 他們還是用那滑忍動作 因為這樣才有節奏啊對不對 然後一邊喔一邊做動作一邊喊啊 當然就會很high嘛對不對 有這個圖當然你看這船 喔各種不同的船 因為它是水邊的 幾個這邊喔 這個水域嘛對不對 攀船嘛對不對 好我們看看最關鍵那個字 好誰你看 是不是洛陽 你說這個洛陽橋是福建的洛陽橋嗎 當然不是啊 它是象徵啊 就是到了洛陽 他就當年聖境啊 然後你看前面的 請這樣子看 我們這邊有這個儀式專家 是不是一樣的 迴避啊樹徑啊是不是一樣的 欸跟現在台灣的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代天尋守的 這個完全一樣的東西嘛 簽到對不對 迴避啊樹徑啊 這個傳統 我要找個機會喔 整理整理這一服 然後把它展示出來 不是只有台灣才看到的 不是只有福建的 這是江西的 價格啊 價格性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看喔 欸你看這個隊伍 這樣的左對不對 因為那些東西 都是那種 就是等於是什麼的抗症的牙醫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 到了洛陽的時候呢 還是有人在來連接他們啊 對不對 然後你看上面都有標啊 各種不同標 我覺得喔 台灣 一類都是 他們比這更高明 為什麼 一類的船不是用畫的 用做的 用做的 但是呢它的過程一樣啊 完全一樣啦對不對 所以很多 我外國也都到達 我說欸 你那個抄本裡面有沒有漏洋 欸有有 我阿公的這個抄本上面還寫漏洋 啊寫的還是要漏洋 這個就是漏洋 好 你看這也是 你說你說這個船上的 欸每一個圖像啊 你注意是景色 你看那一種的那個穿著 是不是灌漏 灌漏呢 地灌漏呢 青灌漢呢 你看前面的那一些 坐在最前面的那一些 都是這樣的 那當然你 這還有其他的 這樣的東西啊 這樣的東西 就是刻板 就是刻板 我相信喔 我只是那剛好到的光碗 然後我就看看 欸這個能夠買我就買了 我相信這種東西非常多 滄海一粒 滄海一粒 但是呢我看到這裡我嚇一跳 我原來還有這種東西啊 就船板啊 就船板 好 你看 各種類型都沒有 各種類型都沒有 所以喔 難道你這個圖像喔 你不要你的圖像沒什麼 這個圖像上面喔 他們的你要瞭解他的服飾 他穿的這個服飾 什麼帽子 什麼衣服 你就知道說他這些人的身份 這一隻人就所以神王 所以神王 你想想如果是溫室地鬼會穿這樣嗎 他是被押送的欸 他是押送人家的欸 所以他很多船 很多船 然後呢有些船是押送的 所以你是被押送的 所以你知道押送的跟被押送的 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灣都流行叫溫室性 溫室性 上次我在那個南昆寺的時候呢 這個南昆寺就是希望說 欸廖師你希望幫我們這個米解開啊 要不然的話人家說我們拜溫室 你幫人看來拜啊 就是這樣 所以喔 今天這個東西你看 他這邊為什麼叫收溫戀毒欸 他是來收溫欸 你這邊有溫宜發生的 我派了神王來收溫欸 你這邊喔 不安定欸 我派了這個千歲來這邊來掃蕩欸 這個就是曬崗他們說的 千歲也順少 媽祖進行路 尋少就是收溫嘛對不對 我覺得齁 我覺得齁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主題做出來 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齁 很多學界齁 都搞不清楚這種形式 都是用了什麼 弄了一些不準確的一個觀念 我覺得 有這麼多的不同的證據 你就可以做一個說明 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 這張圖比較集中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不同的這個廟 然後你看他也有船 還有船 然後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飛行的等等的 你可以看出來這樣的一個傾向 這個只是我一類收藏的一部分 那我在想 做研究的人喔 我去圖書館 不然沒有這個材料嗎 我們佈工啊 我們藏的都是什麼 都是房地用的 要不然就是什麼呢 什麼唐代啊 送唐代以前的啊 哪個什麼 先秦上古的啦 事實上 我們的國務館 我們的圖書館都不收藏 這個問題實在太近了 但是我們做天理調查呢 我們當時從寫的往上桌椅嘛 對不對 他的操本可能是清代的 但是他的竹本可能是清出的 清出的作品可能是明代的 其實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課題 就是我要證明 任何一個文物都可以用 要看會不會用 內行不內行 你會用的話 這每一個圖 也許你不到石松那裡 你到光寡商場 你問那個販賣的那個犯案 他也搞不清楚 那他隨便變成 你要問什麼他就跟你回答什麼 其實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但是如果你問不出來的話 你也不要棄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傳統的東西 是這個文化的傳統 好 你看這個都很清楚啊 畫的清淵足合都會沒有 那如果你看那個上面的什麼呢 我們這個就騎機關對不對 那上面還是 這個都是 這個不奇怪 這個以前的官式嘛 以前的官式 你這個 會不會要 輸那個旗桿就是這樣 或者是中圍也是這樣的 都有一定的規定 所以他這個雖然是 是一個凡 但是呢 他呢就不像前面的用凡 他基本上就有點像旗桿那樣的 這個 千歲來啦 素旗桿 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頭 同時有受溫跟解溫同時 談在一起 好 那麼第二是湖北 那你說欸 是不是就江西 不見得跟江西戈壁嘛 欸我還讀了湖北的歷史 湖北的歷史 一樣的有收溫安座玄歌 也叫收溫欸 叫收溫 然後你看 前的城一樣啊 東煙天尊啊 黃沐先生啊 明卷禪師啊 對不對 天府啊 還有什麼呢 最後也是一樣的東方 東西南北五方啊 一樣啊 就湖北 距離很遠欸 好 你看 他一樣的要請 他甚至還為黃沐先生 還 還有一篇告 一篇報告 然後 最有趣的 因為我是做過五營的 所以我這個看草本的時候 從草本在我的眼睛裡面啊 都活起來了 哇 怎麼這裡有五營啊 還安公爺啊 可以有的 很多人說 啊那五營啊 都是你這個話啦 我就亂講 五營是從道教出來的 後來才發到他哪去用的 哪裡是用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說 喔那發的那是棟 這個用的 都發的那個用 我亂講 亂講 這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道教的科技啊 你看他還是用路啊 為什麼因為他感覺很有 對不對 檀上有的當然可以用啊 好 這有什麼呢 我要的就是要這一句 滿那祭祀登上花船 歸仿洛洋別方形化 是不是洛洋 又是洛洋 他們又不是 用超來超去的 怎麼會 這種地方他們都根據一個祖傳統 而且他的目的是什麼 別方形化 一起帶天天化呢 他不是什麼去玩的呢 他是帶天形化呢 帶天形化就是說 他來這邊呢就是要講善警惡 來什麼呢 讓這個地方恢復安靜 這邊有那些微微做大的大貴 好 派一個什麼 這個什麼 大家知道 地方的大貴都跟地方勾一下 對不對 以前的地質都這樣啊 以前的地質是 你在地方倒半久了 跟地方的那些 那些黑道白道都全部勾一下在一起啊 你要辦不了啊 為什麼他們都擠起了對不對 共犯結構啊對不對 所以皇帝呢 排一個行人大禮啊 而且有時候還不曝露他的身份啊 所以這是官制 這是一個歷史時代的規矩 這規矩 所以讓他來這邊是什麼 形化 形化當然 用宗家倆叫做帶天形化 用人家倆就是教化 對不對 這規矩 一樣的是落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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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忽然 這一句又很理由的 忽然 因為這是 這個李先生做了一個調查 做了調查 我最近也整理的抄文 也是有這樣的東西 你看 一樣的收溫 收溫時也是收起古溫 然後咧 便把此傳送何處 易高撐到洛陽關 又是洛陽 他不用洛陽強 就洛陽關 二十四把 我花老手送回 這就有另外一個對方 你看都還是洛陽 這時代 噢這個抄文很高 我搜集的 很奇怪 有時候 有時候 這個抄文 有時候你沒有注意 等到你開始整理說 你發現這也有 這也有 所以我不覺得說 這個抄文沒有用 當然李白森先生 他是在當地做的當家 那時候參加王教授的那個計畫 當然沒有用 其實你就是不知道地方 你還是可以再去複長 但是呢 我關鍵就是在古溫跟論溫都出來 好 然後你看 也有送歸海島的 也有送歸這個送上九重天的都有 也都有 所以可見 這種的浮蘭湘西這個地方 其實浮蘭 我們現在看到的草原 這樣的外面 反反覆覆的也是不難再出現 好 然後你看 我最後那邊 最後我要用的是 江西董武山的 江西董武山的過標準的吧 因為他是什麼呢 順天師府啊 你看 他一樣有核文著見可以 這個現在公開賣了 現在可以公開賣了 所以你去的時候你可以買 你看 在潛伍神寺裡面一樣的是送歸天 哥 第二個童父先生 一樣的什麼有 有這個張識者 然後關鍵 然後呢 然後呢 押送這個龍舟呢 他什麼呢 要澳遊什麼呢 海島 最有趣的是 奉送龍舟轉洛陽 他爸爸改了 因為看不懂啦 因為後來的童父都在北京啊對不對 那這洛陽怎麼會洛陽呢 你幹就把他改的字叫洛陽 這都是後來改的 一抄本嘛 抄本抄的人呢 這個洛陽這個 現在看不懂了 那你改個洋字嘛 對不對 反正前面都是海島啦 對不對 林鄭的抄本呢 改一改其實很平常 好 然後 如果你看前面這個 如果你沒有台灣的經驗 像我沒有在台灣 都會跳槽 我也看不懂 但是因為我有 在台灣的經驗 我有在福建做一些 其他的經驗 你就知道 海外就上你的這個 龍舟祭文裡面就很清楚啦 這個有一個標準化的過程 好我們看 下一項 這是我花了一些時間 整理出來的東西 龍舟的禮儀 然後呢 現在台灣的王府的禮儀 道教的柯儀 完全可以對照 龍舟禮儀呢 這個是大概是從寧末 一直到了清代 他主要的烏海上層大概是在差不多清代 但是那他記起來的事情差不多到了寧末 福建現存 你看那個麥克松尼 他那本書所保存的最早的材料 就是龍舟這個資料 龍舟就是福州了 福州那個城裡面啊 種了好多龍舟 真的我去看了 我那個 因為我最早的入門是那個 學那個福州蟬禪派的時候 那時候我趕快去看 喔才知道說為什麼做龍舟 現在的福州同學會 有時候也稱為龍舟就是這個年齡 你看嘛這個記載 你看那個龍舟的禮儀 如果大家對台灣的王府 禮儀都很熟悉的話 你看那個龍舟的禮儀 你完全看得懂 完全跟台灣的王府的 這些禮儒之徒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樣 你看 設立福州 治蓄意 收頭辭壯 批勃維持 印官府 當然他這個就是 從官府那邊這個什麼用來的嘛 因為以前讀書的人才會用禮儀的書嘛對不對 一般的人還不一定 道士呢可能會用禮儀 第二還是禮儀 禮儀他會用這個材料 然後你看他早晚養堂 他的那個四晚就是早晚 然後這兩堂有時候還指的是什麼 你看更衣宴齊 然後呢各個土神來參列 那參列牌給他掛出來 他就來了 他沒有參列牌掛是不敢 他有一定規矩的對不對 然後呢出這個儀仗車禮 叫做儀仲 叫做魯公 魯布 完全都古代的軍事喔 他不隨便喔 然後你看 還有映瘦肩這個肩頸 帶在歐夫頭上那裡 那就算不聽 完全都是古代的理智的遺跡啊 還有皮子參報 還有忠君你看 還有忠君府的忠君 忠君臉也有啊 所以你看這個傳統多久啊 我相信國媽喔 講了好幾百 好 那你看他們也有陣頭啊 因為現在因為一般來講 王府喔一般都不能進去啊 一般人沒有機會看喔 除了這內行人啊 這個才能不能進到王府 或者一般的王府不能進去 所以很多人以前那個 我聽說艾莫莉啊 他在台南做很久 艾莫莉最早去也都不能進去啊 康報在東港 他也不能進王府啊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也被拒絕啊 你告訴我 你沒有時間來聯絡 因為我們沒有給你注作一個名牌 我們是看牌不看人的 那你現在告訴我 但你沒有名牌 所以你也不能進去 我就看外面 三年後再來 一根田蕾莞莎 那三年一顆啦 那什麼了不起 所以你們今天聽我講啊 你也聽得很容易對不對 我等了三年才能進去啊 而且去還要溝通耶 還要溝通 我什麼溝通 你說你不是請他錄影機 你說那我請來 啊我們啊 不然我給你請好 那你怎麼發紙 他用錄影機機 我不問你自己記錄 他不是說李教授有這一招 他也有獨立啊 說我不要亂來走 我這樣固定坐一個地方 我還記錄 跟農家他小聲 農家小聲啊 後來呢 東港嘛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他拿一個凳子 叫什麼 他說 欸你叫做 你可能會在這裏 沒在這裏 沒在這裏 我就真的 我就坐在那邊喔 坐了好幾天啊 又順了不起 所以喔 大家不要以為喔 聽到這個講講有點輕鬆啊 我是歷盡口舌啊 才進去的 因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喔 你看 他都是有念規矩的 欸 那是哪 那是 那是 半歲來的啦 叫萬歲來 皇帝就是萬歲 昨晚就是千歲爺呢 哪裡那麼簡單 你要見他就見他 你以為現在 你以為現在蔡總統到地方去 你去homes day你就可以見他嗎 沒那麼簡單啦 對不對 欸那是千歲爺啊 對不對 一個部長去 你都會 我要攔入告狀 那那樣簡單 所以其實就是規矩 如果你看這個武裝系 你看現在的官司 一樣的道路 因為那都有一定的情況 然後來坐船 船還要什麼呢 出澳出海對不對 那最後什麼呢 你看還要殺出窄羊 這個傳統 所以我們去馬六甲 我們就會看啊 到底他保留哪一個部分 到底什麼地方已經 沒辦法做了 現在大陸文革以後 另外已經去看了幾次了 有很多地方就沒辦法恢復喔 其實喔 道士的這邊喔 恢復的相對比較好 為什麼 道士他是辦職業的嘛 他是實業的嘛對不對 他有這個本職 他就有後長就可以做啊對不對 欸 禮生很難找欸 現在大陸的那些古書人啊 你要他去做這個 他沒有這個觀念啊 還沒有不容易啊 在馬來西亞 在馬六甲 你找道士 你可以從麻婆找道士來做喔 你在當地找禮生 而且要懂了這一套禮儀的 不可能 所以我一直說啊 金航店啊就是寶貝啊 金航店這一套東西是寶貝啊 很多人聽懂 我是比較出來的 你不要進去馬六甲 沒有王府 為什麼啊 因為沒有人會做啦 那王府裡面要有禮生啊 那沒有禮生你怎麼跟王府幹什麼 所以咧要願王的時候咧 還是由道士自己做就算了 福建現在也是一樣 所以啊 禮生我的預測是 禮生的恢復的速度 遠遠慢離道坦道行 所以 所以 像那個 我們像我跟寶貝去我們看到 在旁邊擺出來 我就知道啊 這個是 要 驗筒或試碗 因為他只做一次驗法 然後咧 我們都知道啊 那一定都沒有看到禮生啊 那我就知道一定是到處來做的 果然是到處來做的 所以啊 田蕾啊 田蕾呢 是個複合 但是這個複合 什麼複合 如果你沒有禮酒 你看不懂 所以我還是贊成王老師的建議 你叫做田蕾 沒有做田蕾的時候 那東西有看沒有到 做田蕾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以為那個田蕾在那邊 你要問一問 如果你是用功能練習的話 我去問一問 這個是什麼呢 那我倒是一定會講 那都我們 都關我的行者 現在不是理性做的 我當然很尊重人類學的 去問報道者 我當然尊重這個 但是我從來不相信說 那個代表的全部 你看不懂 你可不懂 你當然就會問 你要先會有乙才能夠問啊 你連乙都不會乙就問 結果呢 跟你講了 喔 那你就知道 如果我跟田蕾是這樣的 我就會講 哇台 那個什麼呢 把六甲的麻婆倒是很厲害的 他會什麼呢 或在這個什麼呢 這個店裡面做可以 然後他會做燕王 燕王他嘛 你怎麼做呢 他沒有理生嘛 你要他怎麼辦 他只好這樣做啊 現在福建也是這樣 我看到好幾個報導 當然有一些現在我有聽 原話跟我講說 有些地方正在恢復中 在恢復中 在恢復中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現在的這一代啊 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現在有揮移 因為什麼呢 因為有揮移 每個地方偏偏要找地方的文化資產的話 很多的所謂的退休的公教人員 很多退休的老師啊 他們看不起這種東西對不對 其實這東西是古代的什麼禮身啊 是禮官的傳統啊 是周禮的 所謂的駐官的一個傳統 你現在沒知道 很多人搞不清楚啊 所以這個傳統呢 在斷層之後啊 我相信到台灣常識的人會 台灣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把偶城的非常亮亮 為什麼 因為沒有中斷 不常沒有中斷 而且怎麼一來就發揚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 金螂店理生在做 協力如意很規矩的時候 我就點不起 為什麼 因為我看過 我比較過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我一直跟文化部的文化資訊人家 你要 要白報啦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隨便的啦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那裡面的做的人很多都是大老闆啦 都是企業家啦 他們是因為這個家裡 那個傳統他原理回來做啦 那不是說隨便便的可以做的 這就是傳統 所以這個傳統你看啊 都完全是官司耶 我特別去查到什麼那個巡守次的 完全跟官司一樣的不種傳統 那這是台灣的 台灣的 這個是道士的 好 好 這是為什麼呢 當然你要送出去啊對不對 用鍋做馬屋啊對不對 然後你要送出去送完的送傳的情形 跟現在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好 最後我們看一下 好 禮柱之谷這時候呢 欸 那既然是跟這個巡守有關係對不對 為什麼只有道士座 禮柱他們就進去做 在那個福州這個地方啊 有很多的軟堂 福州很多軟堂 那軟堂的這些人啊 他們其實都是巫蘇人 他們的儒家是被載化的儒家 就是知搞哲學 知搞哲學 儒有好幾種 一種是政治性的儒家 一種是哲理性的儒家 一種是禮儀的儒家 這就是禮儀的儒家 禮儀重要不重要 什麼叫留意 禮樂設必施術 禮樂還在所謂 我明白嗎 我當然我覺得哲理性儒家就很有不起 那哲理性的儒家 讓儒家的什麼呢 他的這個思想的高度 現在可以什麼呢 跟西方的哲學對話 但是現在什麼 太偏禮哲理性儒家 我在文哲所 文哲所的都是流血德文最多 他們都是用西方的那個抽象師本的觀念來看儒家 但是 儒家是要實踐的 要實踐靠什麼 靠禮啦 無禮無以利 無禮無以行 結果呢我們現在都只有剩下哲理性儒家 而沒有禮性儒家 所以我提出一貫的叫做禮柱之母 我們的禮官是從我們這個禮 禮官是從古代的柱官 從周禮的柱官發展卸下來 後來是朝廷裡面的禮部的禮官 我們現在變成地方的讀書人的禮聲 這個傳統 三千點的傳統 三千點的傳統 所以現在中文系啊 現在很多中文信仰都不開 現在很多中文系連禮都不教了 都不教了 所以我在宗教所呢 我堅持呢一定要上這個禮就是 因為禮呢要祭天祭地 祭天祭地禮說這不叫宗教嗎 你叫神道 中國叫做神道 現在用西方來禮就是宗教 就是禮旅選 對不對 這獨家哪裡沒有宗教 因為現在掌風儒家的都是那些哲理的儒家 所以他們論了儒家就是哲理 就是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禮學 就是講禮學 在先秦的年禮裡面 禮是很重要的 這個傳統 我覺得我要表揮這些禮祭之子 要講公道號 我覺得如果沒有禮祭之子 儒家就是什麼像雲子所講的 現代的多文 現代禮 從年禮到新禮 雖然強化了哲理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的本意是叫神道 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有說我不用宗教 我可以用神道 他有可能講 你老是你用神道我沒辦法 我只有翻譯給你去 我說如果你不用神道 你有什麼詞位可以代表 我想了幾十年 我最後決定用神道 他說你用神道 人家會懷疑跟日本的神道教 我說什麼日本神道教 是他們學我們的啦 因為我們很早就講神道社教對不對 這個鬼神世界有神道 政治有正道對不對 人道有人道對不對 我公開徵求 如果哪一個人能夠在中國職位裡面 找出一個比神道更適合的 而且可以跟正道跟能道來配合的 我拜你為師 到現在沒有人敢跟我提什麼 我跟你講 如果我要用宗教太簡單了 我在宗教所 我用宗教就好了 但是大家宗教是翻譯的 是翻譯的神道 哪一個儒家部不講神道 既神如神在這就神道對不對 從帝王北京的所謂的天壇日壇 從仙龍壇到地方官的祭祀 到我們民間的祭祀 全部是神道 所以神道不是我超的日本的 是古代的神道是叫神道 我記得宗教學要翻譯的話 要從這些基本觀念開始 當然要辯證 要辯證 所以叫神道社教 好 那麼這個戴神王冥呢 這個當然因為他有謀虎 因為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他溫神到底是什麼 所以呢 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問題點 我們用這個解決就好 好 然後這個就是為祝信王女 台灣的十大排行禮戀 如果祝信王也和諧算的話 他的信仰的數目比馬祖還多 單一信仰當然馬祖比較多 好 然後 因為他有閒溫有解溫 有正統有異端 所以這個問題就非常模糊 那麼我覺得什麼禮柱之獨呢 他就決定要加入 如果禮柱之獨 從廟退出了 從廟退出了 在鄉下地方的舞台 大概去掉一大半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是我一直在提倡的觀念 如果讀書人你不願意參加廟裡面的活動 你就只能夠什麼呢 袖手談心性 為什麼 你空出來的空自然就有人提補 有人提補 誰在提補 道士 所以道教跟禮聖之間啊 他一直有鏡頭的關係 因為你不參加嘛對不對 你不參加我就來參加 所以這幾人 為什麼定堂店人家都要請他們去主持 因為如果因為一個廟不會做 對不對 那個禮儀他有一套專門的知識了對不對 也有一套行李如雨的規矩啊對不對 好你不做那就倒是來 那如果什麼呢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李生連這個空間都擋出去了 他的社會舞台 其實按照社會寫起來呢 李柱子的叫做身份團體 古代啊 你看那個正典不太難 日本時代的紀錄叫做上九流下九流 過了我現在大陸沒有這個講嘛 上九流的第六是什麼 一定是讀書人 道士呢也是上九流 不過道士的上九流 他都在中間偏向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道士呢也辦理啊 以前人會看書會試字 這個是了不起的功夫啊 所以道士也屬於上九流 為什麼 因為道士都會寫 他一定會寫啊會塑文啊都會寫啊 不然會寫對不對 那李生呢大部分都是什麼呢 退休的官僚 自私的官僚 要不然就是對這個 如武家的學問有興趣的 或者對你有興趣的參加的 就是現在李生團體 所以如上九流你去查 任何材料都一樣 我查過大陸的台灣的上九流 就是社會第一流的人就是這樣 沒辦法 這就是傳統 為什麼 那你想想想看喔 最有地有人 如果每個人喔 都是只談心性喔 而不介入沒有禮 沒有諸其禮的奔定啊 那是哪 有多說啊 一定會做 喔這個很重要 我講一個例子 我有一次回我的鄉下 我故鄉是在雲林縣的 海平安 我跟駐夢寺是同班同學 我跟我講說 我住什麼地方很多人都懂不懂 我說我跟駐夢寺同學 這個駐夢寺喔 很多現在年輕人都不曉得 我們那個 連這一代人都知道的 他們說喔 那你就是婚女們開靠 開靠人啊 我們開靠人啊 我這個錢都想你們聽不懂嗎 開靠人啊 然後呢 因為那個道士喔 他要什麼 要把那個 他那個儀式做完以後呢 就是要出病了 那個 那個 出山 然後我到的時候呢 有一個台子 然後有一個人呢 高高瘦瘦的 就站在那個台上 用麥克風 指揮落定啊 所以我想說這個人是誰啊 怎麼會那麼 因為大家知道 那要出病的時候 很多人啊 你知道那個在古代喔 商禮呢 是 四統軍隊作戰那樣的本領喔 你們看那個 那個 漢書裡面的項梁 項梁喔 他要測驗他的徒弟 他的弟子們 有沒有本領喔 看看能不能組商禮 喔 古代的商禮 那不得了 現在也簡單化了 但是不簡單 喔 如果這位先生哪個麥克風 指揮落定 所有人都聽從他指揮 所有什麼 那個隊伍就一對一個就要出去 我就仔細看 欸 這個人啊 好像一個人面熟 但是呢 太久沒有看到他的 那人家跟我介紹 他是誰你知道嗎 是我小學校長 那時候呢 因為他剛剛吃飯畢業 回到鄉下去 我們那 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代喔 像鄭文喜 他回去做什麼 教書啦 如果你不回去教書 他就沒辦法了 回去鄉下沒有用啊 所以他回去當校長 我記得那時候呢 那個是又年輕啊 然後什麼呢 地方上也是有頭有臉的家族出身的 所以什麼呢 當校長 然後他一輩子呢 就在那附近大的道具 然後人家跟他介紹 我說欸 校長你好 他說你怎麼叫我校長 他說 你剛剛回到我們故鄉的時候 你當我的校長啊 我那時候都記得你啊 你想想看 欸 桑梨的場面喔 他也知道 鄉下地方的老師喔 他退休以後呢 他就什麼 來做理性 欸 你知道那個桑梨齁 我們那邊的是所謂的黑朵道具 所以有黑朵道具做的 但是在怎麼做 有一個他們不能取代的是 什麼時候 家電跟供電這個部分 一定要由李生來組織 這個李生的李生長呢 就是我們的校長 大家不要以為說 李叫做你少見都怪 我才不是少見的 我在金門 我在金門做那個電燈的調查 那一些地方上的什麼呢 處理主持那個電燈大典的 剛才那個是死的上次嘛 黑紅白是嘛對不對 不是紅是就白是啊 那是什麼白是對不對 那電燈是紅是 結果呢 衝了西裝比挺 在好幾個人都穿的西裝 然後就行李如宜了 這位先生呢 他跟我說 因為他要出來 也是人嘛 出來選 林一代表 欸 這個社會服務法都來 都不敢拿錢喔 我說這個是一個 潛在的買票方式嘛對不對 欸 他出來 電燈大典說他出來行李 欸他出來選的時候 你要不要投他一票 當然投他一票啊對不對 我跟你講喔 在那個鄉村地方喔 社會舞台就是這麼幾個 第一個是紅是一個白是 在紅是白是裡面 我都看到當地的校長 當地退休的老師 當地的退休的公教人員來做事 這就是道士如果要跟他們競爭的時候 才能競爭不過他們的原因 你知道嗎 所以上九流喔 那個現在喔 如果你用這個名字喔 你會被人罵 說你這個 你這個時候你有階級觀念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在標準化的過程當中 然後 麥可頌尼他提出說是一個 Rush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說 好 我認為呢 理性的儒家 才有能力去 模擬、仿習、尋手禮 所以呢 李生他是官方 跟民間的眾計者 我希望能夠 在我退休之後 拍個紀錄片 我要把李生 為什麼是官方跟民間的眾計者 這樣的角色要把它弄出來 我要 不要在做理性儒家之外 我要做理性儒家 好 然後 這個 挖神 他的一個論點就是 所謂的標準化 這個 我以前在課堂上常會講 所以是 但是呢 這個麥可頌尼 他認為 是 Rush 為什麼 因為那麥可頌尼做的是 王爺 然後 挖神做的是 馬祖 因為做的各項不同 那你可以吵架 我在那個 我在那個 我去Haw 訪問的時候 我直接給人家 去的時候 我一天報到 麥可頌尼的報到 因為他從馬祖 轉到哈佛 我就說 他就送我 他寫的論文 我看完以後呢 我說 我說哎呀 蠻聰明的 沒有什麽好吵的 人家做的是馬祖 你做的是王爺 對象不同 當然他背後的意義不同 所以他講 Standlish 你說你 你對的他是也都什麼 當然都對 但是也都各有各的 hand zone 對不對 就這麼一回事 這雖然我怕講 不說 但是這個很重要 在福州這個地方 因為每一次 做這個儀式換很多錢 所以呢 很多的當地的地方官人 都會禁止 就是說 他發行的 那最早的一個是 張坎堂 張坎堂是在 林鄭末期的一個 這個在歷史上有記載的 他也是為 最後也是為民朝而犧牲的 他說慈回城是一個 板桌官員 因為 因為 板桌的 板桌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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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派人 沒有興趣 所以他禁止 另外一個是走中堂 因為那時候 整個國家的局勢已經不好了 所以他不能不要那麼花味 所以他 他們幾個人就 要把這個武帝廟 要把他 毀掉 毀淫池 那不得意啊 他們只好包裝 對不對 他用那個維持包裝 幫你 然後有時候 他把這個武帝 跟這個武賢 或者跟冠帝的和解 前面敗的是冠帝 後面敗的是武帝 前面敗的是武賢 後面敗的是武帝 反正用這個障眼朵 對障眼朵 所以那個板桌 他認為說 這是一個蘆蟳 這個標準化是一個蘆蟳 其實 他講的也不對 只是 完全不一樣 好 我們就跳過去 好 然後 當地的醫生後來發現說 如果他不參加的話 那可能這個傳統會中斷 所以他們其實出現好多次的 這種所謂的信仰的危機 所以 把這個東西禁止的 並不是到了什麼到文革的時候 一樣的 在歷史當中也不斷的重演 蘆蟳很矛盾 到底他要來什麼 要來接納 要來改造 還是要把他壓抑 蘆蟳一直有不同的態度 道教比較沒有人管 反正道教做道士做道士的 這個蘆蟳好像也管不了道士 道士要有自己的傳統 為什麼 因為道士的這個陶本宗 這個龍虎三的彰天師 有時候順序的位居什麼呢 一品二品都有 豆瓜 做鮮瓜豆瓜 他也是官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傳統 反正這個神道體制呢 就是儒家呢 理生要辯論到底要不要參加 到底要不要接受 好 然後我把這個科語呢 也做了一個比獎 做了比獎 最後的一個代天尋守 是代天下凡尋守 我目前的定論 代天下凡尋守 所以他有一定的規矩 有一定的規矩 這個 我這個是把很多的研究把它歸納成為一個表格式的東西 很方便看 好 我來請讓大家欣賞幾張不容易看到的東西 這個是青藍鉤 好 前面那兩支呢 你看是不是剛才那個很像 那個不叫什麼叫紀官 這個是過去喔 欸 台北喔 台北那個老市府 還可以看到 現在那個 因為好像有點爭論 到底要不要列入市井古蹟啊 其實我覺得那條不起來 現在台灣那個老宅喔 而且過去都是做過官的 有期間的已經不多了 但是開發商一直在那一塊 那位地很之前做到 以前那個李天路他們家族就坐在那裡 我那時候去看李天路的時候呢 我就是在那邊跟他們聊天會場 然後我一看 哇 所以叫做老十字 寶貝 現在的官員來到底北部 還是北部的國安我都不曉得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是 這是新做的 就是後來做的 老十五那個是 很古老的 所以你看喔 這種東西你看 那個氣勢緩緩 你看下一張 屁來 你要演康熙南巡 乾隆南巡 因為他們 我想以大陸現在的電視台的財力 要大陣不太拿 是他沒有這個idea 我看那個雍正王朝 雍正那時候也要出來巡守 哎呀那個場景 我說拜託啊 那個巡守不是這樣搞好的啊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的大陸的編劇的人 搞不清楚你們叫巡守 欸 巡守就保存在這邊啦 你看旗艦對不對 然後你看鹹台 出去的時候要大風鳥呢 你有沒有 你不到時間不失甘 這個你不准進呢 我為了要進這個地方 要為了多渴的時候才能進去啊 才那麼簡單啊 你看 用紅色的大陸 塞鋼啊 因為他為了要長久使用啊 所以用阿滷米啦 看起來比較長久使用 但是人家就少了氣氛 你看這個是不是叫氣氛 對不對 你看 東圓門西圓門 齁 這有game 對不對 欸真的你要看喔 台灣保存這樣好的寶貝喔 我左邊的東南亞 沒有看到喔 台灣才有喔 而且這只有三點一顆的才有這樣的規模喔 你看這樣規模喔 然後張登一劫財 然後呢前輩呢就是貼什麼呢 貼這些所謂的 就把門啊 建門的地方 過氣派 好 你看 有氣氛嗎 完全都是官方口吻喔 把帝制的禮儀的東西 把它變成是 宗教的活動 你看 我覺得喔 台灣有些法 這些這些東西都是乙生的乙部裡面才有的 因為他們就有四傳的乙部 然後這個乙部就這樣用 這套東西完全都是古代的官制的一種種用 好 下一張椅子你看 你看 那個哪些字要高兩格 欸有規矩的啦 很多人搞不清楚啦 現在很多新宗教搞不清楚 我這個去做新宗教 我說欸拜託拜託啊 你碰到那個上帝的說 是不是跟他抬高兩格 他說什麼叫抬股 就是抬股 你看 上帝有沒有 皇天一定要抬股 這叫規矩 現在的 現在很多新宗教的人 也都規矩都不懂 這叫規矩 要不然你就不要玩這個 對不對 你要玩這個你就要做規矩啦 你看 怎麼創 這亂搞 這叫做創 他這很有規矩的啦 你看 御次 御次 然後上帝你看 他都有規矩 沒有啊 頂格 要台格 要什麼呢 低 都有規矩的啊 中系齁 還懂的這一套啊 歷史中文史的大概還懂啊 很多新人都可不懂啊 你想看這就是最好的culture survival 保存下來 我覺得 我覺得大陸在這個拍那些片子的時候呢 要逐漸的參考一些這樣的規矩 我說那個根本 那個康下的乾隆下江南 天大地大的事情 屁來什麼呢 連個刑牌 刑工都不會弄 這是規矩 花推輔錢小鈺啊 對不對 這就是理性的本事啊 這個中文系如果你不接觸這一套 我覺得這一套東西真的很可貴 很可貴 就跟道教裡面有保存的很多的這些文書一樣 都很可貴 好 然後這個什麼呢 道教跟武家呢就不斷的競爭 不過也要合作 競爭就是辦法 所以合作叫敬文官司 好 然後呢 我這邊提一個空殿戰友就是說 王府就是理事館 就理事館 我在那個東港的時候 那個東港的王府裡面呢 都是當地的軟堂的軟鄉在館的 所以他才規定說 我只能坐在柱子旁邊 不可以亂跑 不可以亂跑 其實現在台南這邊呢 台南這邊也是很規定 這個規定就是 就是國代的關係 對不對 這個規定 那麼 什麼叫空殿戰友 道士要進來的話 要先宣他們 全都官建建建建建 我們剛才這樣說 全都官建建建建 那當地那些小道士說 哎呀 你告訴我 建建建建 你們聽不懂嗎 建屌建草 你能不能叫建屌 建屌呢 但是他覺得說 我們道士呢 還要被你宣進王府去建造 建小 建小就是胎死人 就來丟你屁事 這個笑話從 從什麼呢 斯伯爾記載 羅伯爾和語院在引用 一直到我去做調查 還是這樣用 你沒有 你沒有 所以我對你 師伯爾教授 他是有做過調查 因為 否則你聽不懂啊 哎呀 建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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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他還是進去 而且道士要從哪裡都沒有理解 冷靜都有規矩喔 為什麼 他也很 他也很可惜啊 豆干呢 他不說酸豆硬喔 酸豆干呢 他還是給他官位了對不對 這套規矩 我覺得台灣喔 這套規矩保存都非常好 非常好 這套規矩 然後麥可送你的開班 其實已經就很簡單了 都很簡單 好 你看 我被拒絕善人後進去看了就是同事 哎平常這邊都是 都是正殿耶 正殿都是什麼呢 主侍神耶 主侍神耶 你看現在 用那個什麼呢 用藏漫耶 變成皇府耶 大家要知道 那個曹雪群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父親將來知道 就是為了借貸房地的虧空 房地來你要 房地來你不能夠 我絕對不相信說 像以前馬英雄說 什麼homestay那麼簡單啊 特別經營啦 特別經營 就是這套東西 這個就是王耶蘭的homestay 聽不懂 或者longestay 大概一個禮拜多嘛 一個longestay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看了下一號 你們沒有進去過 所以我把我看到的 這我為了拍這張照片 以前啊 那時候還年輕啊 為了要進去 你畫了很多口舌耶 才拍得到這一張 你們一輩子 如果你沒辦法進去 你一定看不到這個景象 就是這樣的景象 非常封嚴啊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只能開辦這個儀式 大陸已經就完整了 那為什麼 因為在清教的時候呢 他把他批評做異端 儒家喔 最有趣的 儒家是凡是符合他的規矩的 就是異端 所以我們做道教 其實幸好呢 幸好我也可以 我也同儀家 要不然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講一句話的故事 我那時候開始做道教 然後 有一次呢 我要到辦公室 中醫師辦公室在樓上 我到人口的時候 一本來聽到什麼 裡面有人講李佛茂而已 怎麼會找到我 我就靜下來 我就不走 他說 哎呀李佛茂啊 也滿聰明的 怎麼搞那些旁邊走道啊 所以我把我的照 說我做道教叫做旁邊走道 中文西耶 正大中文西耶 所以我做道教叫做旁邊走道 哎 現在我到這邊我才講 才想起來 這麼一點點小插體 所有的儒家 對待非儒家都生了一關 所以這次就關公了 不懂 為什麼 這是語言暴力 我聽了笑一笑 我回頭就走 笑我是坐旁邊走道 有些人會退縮 那是 無聲無名 要最少還有個嚴重可以講 就是這樣的 大學就是充滿了這種的那種語言的暴力 是語言暴力 好 過去的事情 你看 在裡面就是做這東西 這了不起 這套禮 如果你中斷了你就沒辦法做 而這套 這一個禮 如果你沒有禮聖來幫忙 你也沒辦法做 這些都是道老闆 醫次的什麼祈白關 醫次的什麼祈難肝走的 都會開一兩百萬 你以為那些人都是沒有不過輸的 都是什麼迷信 這些人都是大老闆 那大老闆才能當這個職位 對不對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我們的文資局的人 都還不懂得寶貝在哪裡 就是這套東西 你不懂你就不會做 你就不會做 大陸現在這個傳統要恢復 我都覺得我在等待 我眼睛就這麼大大看什麼廢物 這套東西 你們不要笑 很多中文系的人 你叫他學禮的人 你叫他來組織這個禮 你看看如果你沒有經驗你就沒辦法做 禮是實踐性的 就是要做 你看這 你看 變容耶 反漢全息 欸 要怎麼限度規矩的喔 你不要也把在那邊喝起來喔 一道一道喔 有規矩的 這個就是 禮性的分數 而且這套東西 你不要也很容易 我為了要去廚房 看他們怎麼做 還要經過過通以後才給你看 他說 怎麼可以給你看啊 這是我們的秘密啊 連廚房怎麼做的這套東西都不給你看 為什麼 有規矩 這套規矩就是什麼 山珍海會 海會 五湖四海 你聽得懂嗎 怎麼叫五湖四海 這一套裡面喔 就是有規矩的喔 所以很多現在搞你的都是搞書本的你 沒有實踐的經驗 這套你 這就是你 你不懂你就看不懂 台灣呢 我覺得現在 宴廣四海 最空派的就是這套 現在很多那個 七月古渡的時候 很多人模仿 用那種所謂的 像看聲一樣把它擺出來 就是學這一套 那當然是假的 那這套才真的 你看 這套東西擺出來 你怎麼限 怎麼限 好 所以呢 地方精英呢 基於同理心 然後真的改造 所以呢 你組織的呢 用的方式來保存他的身份管理 保存他的身份管理 保存他的身份管理 然後台灣的這些 都是在台南 上有西港 下有東港 就是保存最好的地方就是台南跟平東 東港那一帶 就是小 就是什麼 小琉球 還有 當真 那是一區 另外一個是台江內海 所以正門是留意這一代 金東天啊 西港啊 長青宮啊 就是這一代 我覺得兩個保存最好的地方 好 然後這些禮儀當然都是有不同的名稱 好 我們就跳過去 然後最後我要講一個再跳過去 來跳過去 唉 我要做這個 你以為這些人吃飽不來去做對不對 不是 在大航海的時代 游行令 隨著船 從印度出來 馬六甲 檳城 印尼 往北 廣東 福建 浙江 台灣 這是一個 台灣 東南連海 走向國際化 走向航海時代 跟代價 我們看看下一個 你看 有記載 下面這一條 此正至廣東 金稅 逐漸台灣 游勝 游行令 後引治國 趕中來 就是隨著轉過來的 大航海時代 所以我 我跟銀花講說 我想寫一個腳本 拍一個紀錄片 就是 在大航海時代 裡面的 台灣的 這所謂的 整個東南亞跟台灣的 我不是 在天上 看見台灣 我在地上看見台灣 我在地上看見台灣 這一套 你以為這很簡單嗎 這都 有一個歷史傳統的 好 最後你看 我的整個定位 很多人把這都看迷信 哇 這個流行病的時候 你花了那麼多的錢 然後搞這個活動 我們用 我們要在醫學 用科學 醫學只能夠醫病 醫學還是沒辦法做集體的心理療癌 我 SARS那一年 我剛好接到文件會 那時候叫文件會的一個案 我要那一年裡面 帶著我的弟子 去做 台江內海 因為我不用 中文西留意 因為中文西留意 是後來要晚的 我用台江內海 舊區的這個幾個活動 大家知道 那年SARS從什麼時候進來 從年頭 因為香港對不對 然後有人從香港進來啊 那時候防疫機制不好啊 就開始流傳了 然後 最開始做的是 最開始做的是長青宮 因為長青宮是好 所以他要最早做 最後做的是塞鋼案 經常練之前臉就做了 我常常講這個經驗 我從台北做尊榮的遊覽車下去的時候 除了司機之外 只做了兩個 一個小姐戴口罩坐在最前面 我坐在後面 一個車子坐在裡面 欸 包車位 但是很奇怪喔 一個車子坐了兩個人 然後等到我到了什麼 到了台南的時候呢 還是一樣人善能苦 那個麥克風就被你哄啥 然後說 意思說大家平安啦 你看 今年喔 什麼來時 請問 SARS 你要怎麼翻譯 如果你是一個記者 你要什麼翻譯 怎麼翻譯 大陸 快說非典 對不對 叫非典 台湾什麼翻譯 你看 台湾流行人記者很厲害 他怎麼翻譯 刷溫 刷 刷 這就是刷 對不對 是不是很接近 但是呢只有刷 還是不夠 這個溫字叫刷溫 欸 那一年喔 所有的 從那個長千宮開始 一直到了才剛 那個樹上吶 吊滿了起舞卡 然後麥克風一直講 今年刷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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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我們大家放心 台湾都不太高級 因為今年翁翁要來 真的是登山南海 也沒有人戴口罩 在車上戴口罩 那天沒有人戴口罩 那天沒有人戴口罩 我相信 你那時候做的就是這樣的經驗 大家都什麼就是很坦然的 然後 我那天呢 我就想說 我塞江湾嘛 對不對 塞江湾最流行的就是 刷溫 對不對 所以呢 剛好那個接待我的朋友 他就是那個出刷溫 那個增塔 我就跑去 因為什麼一類 因為想說這個 吳公正他是自由的游來游去嘛 對不對 他不受限 小孩子啊 你不能限制他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 我在那邊深處 不然在那邊等 一直等到 等到傍晚差不多五六點 到五六點的時候呢 為什麼 因為那個翁翁王女的 那個王教跟那個馬祖的教呢 他是要一起的 來混争 現在那台南的小龍舟 我要兩分鐘 那翁翁的小鄉村 平常沒有什麼人喔 那到了時間的時候 那邊好幾百人出來喔 為什麼 因為王爺教到了 那大家什麼都默默地拿個鄉 然後變成這樣的 王爺教 在做 我剛才講過了 塞江湾他說 前歲也孫少 媽都一名樓 欸 東東不是 但是只有台南 然後什麼 到了什麼 到了什麼 到了出來說 大家就這樣 我當然要哪個鄉啊 我就跟著這個 村莊裡面繞了 繞了 到了最後的時候呢 他要從這個村莊 到另外一個村莊的時候呢 忽然間就有人說 歸山翁牙 顧 大家跪下 我為了要拍鏡頭 我就被一半拿著拍鏡頭 天案當中啊 幾百個鄉頭 閃閃發亮 一點聲音都沒有 喔 你那腰塊都說 歐米還揚鬼啊 王爺的炎尾啊 一點聲音都沒有 幾百人喔 一點聲音都沒有 然後就在那邊默默地等 等到王爺的教 過得更高 到了另外一個村莊的時候 還聽到韻 也就是啟臺 我講過了 我一生當中 有很多時間 發在天眼旁中 我看到那個鏡頭 有種震撼感 這個蘇北裡面都看不到 你在那個情境當中 那種人對孕的懼怕 對孕的懼怕 對那種期望 那種集體的心理需要治療 這個不是用明信仰的字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看 無所信仰 法術儀式 道教科儀 禮儒學 政治儒學 則禮儒學 我還是很尊重 哲禮儒學 我還是打翻了最難 但是 禮儒學跟道教科儀 是可以合作的 好 我們看最後一章 這個就跳過去 這個看最後一章 再往下 對這是在王府裡面的 裡面的 這活動的 好 好 好 我看 對 誒對 這張你看 匡富真能 道士寫的這個旗子啊 最少有一千 一千品的歷史 你如果你不懂的 匡富真能是什麽 你們今天聽了 李老師的演講以後 你以後都知道了 什麼叫匡富真能 或是你看這個匡富真能 對你意義都沒有 好 好 對的話 我要匡富 最後呢我就是要說明 東港人西港人 他有一種了不起的一種經驗 就是平常 樹隆工商 各有行業 用語來講 樹隆工商 搭倉美產 各個的生物 到了王爺紀念的期間 為他定情 他可以選擇 擔任 禮身 擔任有班 他可以擔任 各種不同的正統的職位 所以他們有兩種身分 東港也是一樣的 台江內海是一樣的 他們都有兩種身分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參加這個活動 你就選擇從這個社會 你就飄流出來 你是個流利者 所以他們在一起會聊天 你擔任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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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任什麼人 我擔任九班 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分 你以前都沒有參加 所以你一句話都跟你講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 這一種呢我稱為叫 社會的那個自我放逐者 因為你不參加這個社會 所以你當地人你沒有身分 你可能做官的 但是這時候你沒有身分 你可能是讀書人 但是你是游移者 你是從台北回來到天 不是回來 為王爺效能 所以你是游移者 我覺得現在在台灣 我們常常服務類的 人有各種不同角色的扮演 而這角色的扮演是什麼 決定了你在這個地方 社會裡面的地位 不是你屬龍剛兇 你不是打他沒才 你說你打他沒 那時候你可能變成是亞裔 你可能是在往前面這樣 這就是你的身分 這個身分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一個社會舞台 你在這邊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看得到 田長看到你是大方沒才 這時候你看到的你是一個什麼 是亞裔你做這個事情 很坦白講 我的經驗不是從課本裡面學到的 我在大學裡面 他只給你最經典師 我是在田裡面 我才學到這套知識 我知道儒教的理生是怎麼 在社會舞台出現的 我知道道教如何繼續保留它的空間 否則你讀那些理論 都是波萊姐 都是波萊姐 我認為沒有在田田走過的人 沒有權利去評斷這個田田的價值 也沒有什麼能力去瞭解 這樣的文化到底是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覺得王老師講的話是對的 你要有田田經驗 你就可以看得懂浮蘭的 看得懂江西的 但是我也不覺得江西浮蘭的這些抄本 這些話頭是沒有用的 雖然它脫離了麥克風 但是內行你不看就不能到 所以我因為覺得他們兩個人講的話 都有道理 但是也都有不完整的地方 我讀了我自己是很少數能夠把經典文獻跟田裡調查 順之於我自己演過懂程庫的配曲的參與 我把這幾種合在一起 我認為一個宗教演奏屬的同學 應該要擁有這三種經驗 你才能夠看得懂這東西 你看不懂人當然不了解他 你這樣欺負他順之於認為他的靈性 你看得懂人你會覺得他是寶貝 一個學子最難的地方是在樂趣跟寶貝之間 你要做一個變點 你有能力把垃圾變成黃金 這是你的本事 如果你沒有本事 黃金變成垃圾 這種教育 但是這是事實 所以我一個退休的一個老師的身份 我在這邊把這個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這是一條路 你要勸你自己做 這一條路所以必須要做本事 沒有這本事 樂趣跟黃金之間完全是看你來決定 所以我在這邊雖然講得有點偷大 但是事實上這就是我心理 好 謝謝 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超過了20分鐘 李老師給我們這個歷史與當代地方教教 做了一個非常連環性的一個個案 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我們在資料上 在提交研究的方法上 因為時間有限 可能大家就跟李老師私下的交流 好 那我們再次樂類掌聲的感謝李老師的方法 謝謝